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季千 真的不好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直播突然间就断线了 所以我们再来一次 好的东西永远值得再说第二遍的 那今天农历5月18号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与我一起共襄胜举 在今天的农历5月18号 如果你念这一部经典 就只有这一部经典 你念这一部经典的话 只需要念一遍 就等同于你念了一千遍的功德利益在那里 所以不知道大家目前有没有面对什么困难 有没有什么愿望你很想要实现 有没有什么心愿 你真的很希望佛菩萨能够加持你 那恭喜你了 如果你看到这一场直播 就在今天农历5月18号 如果你念真实佛法悉灾赐福经 简称为真佛经 如果你念这一部经典 就在今天农历5月18号的话 功德等同于一千遍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今天农历5月18号呢 是我的根本上师圣尊 联森活佛的佛旦 对了 今天是他78岁的生日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 祝我的根本上师圣尊 联森活佛 佛旦愉快 这是我的根本上师 大家都很热情 我都有看到大家去买我根本上师的书 记忆国务新加坡的Kinokuniya 那里的人都认得我了 只因为他们都知道 大家很踊跃的去买卢诗尊的书 那因为今天 是卢诗尊78岁的寿城 所以在这一天呢 如果你念真实佛法悉灾赐福经 一遍 如果你有时间 当然可以念多 但如果你时间不允许的话 你只念一遍 记得功德等同于一千遍 那到底无论是你念也好 又或者呢 你是选择抄也好 真佛经就是真实佛法悉灾赐福经的简称 如果你有抄经本 你自己想要抄经的方式呢 去把整个真佛经给抄出来呢 也行 你没有抄经本 你自己有一张纸 你写在白纸上面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同样的抄一遍呢 等同于抄一千遍的功德 因此我非常鼓励大家呢 把握今天5月18号 无论你是在亚洲啊 就是以你的地区的时间来算 你在亚洲当然就是今天农历5月18号 那如果你是在美国欧洲那里 那当然就可能是明天的5月18号啦 就是以你的那个地区来算 你抄了之后 你念了之后呢 那有的人就会说 那我要怎么回向啊 其实这个真佛经到底有什么功德利益所在 我跟你说 功德利益非常不得了 非常了不起 我这个真的没有在 所谓的和大家吹恐龙 因为我真的 这十多年来呢 有两部经我念的最多的 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高王观世音真经 另外一个就是 真实佛法西哉次佛经 简称为真佛经 我这笔子念最多的 就是这两部经 如果大家看回我以前的样子 和现在的样子 觉得我有成长了 觉得我的样子 有越来越清静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有啦 我告诉你 因为我收的是真佛秘法 因为我收的呢 就是高王经和真佛经 真佛经后面呢 其实都会念出 它的功德利益所在 比方说这里哦 从这里后面部分就有说了 若有先王愿亲在主 未能得度智谢幽明 持送本经 应送本经 王者升天 愿亲退散 献存祸福 因此如果你的父母亲过世了 你想要念经回向给祖先 你想要念经 回向给你的愿亲在主 传身灵 无论是你自己的 你的父母的 你的孩子的 又或者呢 您的配偶的 等等等 他们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又或者呢 心情一直很低落 怎么样都不能够振作起来呢 告诉大家 念真佛经 是能够帮助他们 愿亲退散的 就有如这部经典里面所说的 那还有 如果若有男子女人 现存祸福 对不起 不是 若有男子女人 或被邪魔所倾 鬼神为害 噩梦昏乱 受持本经 适应本经 邪鬼退葬 邪鬼退葬 既得安乐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有愿亲在主 你想要回向给他们的话呢 这一个真佛 这一部真佛经呢 也能够帮你如愿以藏 还有另外一句 若有疾恶 若有疾恶产生 前世因果业障 鬼神病等 受持本经 应施本经 记得灾恶消除 病原历解 这里所谓的病原指的 就是因果病 我们知道有一些病 看医生看不好 我们吃了很多药 动了很多次手术 甚至呢 看过 东南西北 什么医生都看了 始终不能够好的话呢 那这一个病 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形的病 并不是靠传统的方法 能够好 诵经回向 诵真佛经回向 也能够帮助这一点 还有还有 还没有完的 若有恶 若有恶运 观诵千禅 求尽欲习 但能持诵本经 适应本经 记得解除 凶殃甜灭 化为吉祥 重点来了 如果你现在 有观非禅神 可能你跟你的 可能你在办离婚 你跟你的配偶 打官司 希望不要啦 但如果真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 我们不想面对的 局面的话 那您觉得 对方给你一种 不公平的对待 不公平的条件 真佛经 能够帮助你 如果你被冤 如果有人害你 让你面对 这方面的官非 又或者 害你坐牢 等等等 又或者有一些 其他的法律上的周分 又或者 可能是你和顾客 上面的一种周分 和公司之间 有涉嫌到 这方面的法律 又或者公司的 规则的那一种 周分的话呢 真佛经 也能够帮你化解 另外 若两国征战 能持词经 立相供养 既得 加威 赞无不慎 诵者 应者 施者 能一切 吉祥如意圆满 消除诸毒害 能灭生死苦 如果有两个国家 要打仗 念这一部真佛经 原来也能够让这两个国家呢 打退 要打仗 侵略彼此国家的 那一个念头 所以真佛经 伟大吗 非常的伟大 他能够把怨恨 化为敬爱 他也能够让怨亲呢 化为彼此的贵人 我们人呢 活在这人世间 坦白说 没有钱不要紧 但千万不要没有贵人 没有贵人的话呢 一早起来去上班 那一种感觉 就是一个字 很闲 福建化讲的 就是非常的闷 非常的提不起劲 的那种感觉 没有钱不要紧 但一定要有贵人 而贵人呢 不只是在工作上 我们也希望呢 里里外外 有形无形 都能够有贵人多住 因此原来真佛经 也能够帮你修敬爱 那除了这个真佛经 如果大家在这一天 农历5月18号 念真佛经呢 如果家中是有坛成的话 我非常鼓励大家呢 一定要供养香花灯茶果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要落入空球 我们供养香花灯茶果呢 就是在修我们的资粮道 再配合我们呢 冲和粮 刷了牙 因为有出婚嘛 大部分的人啦 就算没有吃婚 你吃素啊 你可能你没有菜渣 有米粒这样子 那你念经的时候呢 就无法达到口清净 你身体不清净 你的嘴巴不清净 你的意念不清净的话 哇 胡思乱想啊 想一些有的没的 这一些呢 就会影响你念经出来的功德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十个人都念真佛经 但是十个人得到的功德利益 为什么不一样 就是在于他们的亲近程度不一样 他们守戒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真佛经救了很多很多很多真佛中的弟子 在今天我们根本上是顺存连生活佛的七十八岁的受淡的这一天 全球五百万弟子必定也有很多都会在这一天呢 念真佛经回向 但是大家不会只是回向给我们自己的个人小小的愿望 我们也会回向呢 当然一定要回向的就是给我们的根本上师 圣尊 连生活佛 为什么要回向给他 因为告诉大家 请佛注释很重要 我们现在能够通过直播这样子五百七十五个人 大家在这个半夜快要十二点的时候呢 聚在这里听佛法 大家觉得哎呀好方便呢 在家里舒舒服服 又或者可能在路上舒舒服服 开开心心的听 但是我们要明白 如果没有连生活佛去传着一些法给我们 如果他没有写这么多 我介绍过的这么多的书给大家的话 其实我们怎么会听到佛法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因为五年前六月十九号 也就是还有多三天呢 六月十九号呢 就是我做直播的五周年 六周年呢 我做直播的六周年呢 我刚出来做直播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在某一年 上传了那一支 手营如何危害财运那一支影片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感受到网络暴力 那个时候我被网络霸凌 因为那一支影片 被谁霸凌 顾名思义啦 手营如何危害财运 你说我是被男的霸凌 还是被女的霸凌 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到 哇原来手营对这么多男人来说 真的是命根子 当然大部分的男观众呢 还是非常支持我的看法 他们也写在留言区那边 写了很多关于手营如何危害了他们的财运 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感情等等等 但是当我被网络霸凌的时候 就是有百多个留言进来 就是一直骂一只骂 而且骂得很粗鲁很难听的那一种 当我这样子被网络霸凌的时候呢 我真的才体会到 耶稣基督当初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种缘 还有释迦摩尼佛当年说法四十九年 遭受到提伯达多的陷害 孙陀利战舍女等等等的一些陷害呢 还有当然我们伟大的根本上师 连生活佛 他出来说法这么多年 写书写了差不多五十年了 五十多年了 而且他写的书呢 已经快要达到三百本了 你可以想象吗 我都不懂我没有写三百篇文章 可是他已经写了快要三百本了 他们是多大的勇气 多大的毅力呢 才能够在面对这么多诽谤的当儿 还能够坚持下去 单凭这样的一种精神 精进波罗蜜 真的就是我们应该请佛注视 祈愿他能够佛体安康 注视999广度六道众生 不只是我们人道 六道众生都要度 因此大家如果也是 真佛中弟子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把真佛经念好 念满 而且要回向给十尊 很多弟子念了这个真佛经 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有两个人 那有其中一个人呢 就拿到这本真佛经 可是他没有念 他就和隔壁病床的病人聊天 他们就提到自己得到这个癌症 不懂能不能够好 因此呢 他拿到这本经的那个人呢 就说这个真佛经就送给你了 给你念 给你念这样子 然后那个人就说 我念那你呢 你有缘你念 结果念真佛经的那一位病人呢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呢 有一个人入了他的梦呢 用手就挖进他的身体里面 把他身体里面的那一些脏脏东西 通通都这样子挖出来丢出来等等 而这些挖出来丢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癌细胞 而这些癌细胞里面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 缠身业灵 只要受患癌症者 我们看进去他的瘤的时候呢 里面其实会 嗨 跟你嗨的那个是谁 他的缠身灵 可能是他之前杀的 或许也是他的水子灵 又或者他杀过的一些昆虫 杀了很多有些人 又或者他杀过一些鸡啊 猪啊 狗啊 猫啊 等等等 老鼠啊 害死他们啊 虐待他们啊 等等等 化为缠身灵 缠在他的身上 你夺我的命 现在轮到我 夺回你的命 就这样的一种 冤冤相报 何时了的一种心态呢 彼此就因此 有的人患癌症了 他好了之后 后来又会再得到这个癌症 为什么 因为那个冤 始终还没有化解 但是那个病人 念了正佛经之后呢 居然能够好了 而那一个 没有念正佛经的那个病人 就是送他正佛经的 那一位呢 他却走了 也算是解脱了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老师姐 他早晚都会念一遍 真实佛法西灾次浮经 那他念这个真佛经的时候呢 他有一天 就突然间好像 听到有人告诉他 说三天后 这里将会有火灾 也就是他的家了 将会有火灾 因此呢 他听到了之后呢 就有一种 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我的一种幻觉 有时候我们听到这种东西 会觉得 会不会是我自己想多了 是不是念真佛经念多了 因此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梦 可是后来呢 发生 他听到这个 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 因为是来自于 卢师尊的声音 是师尊入梦 跟他说的 叫他收拾 家里贵重的那些东西呢 搬离这个家 因为三天后 将会有火灾 如果是你 宁可信其有吗 还是就当作 可能是一个幻觉 可能是一个杂梦 但是这一位师姐 他选择相信师尊 大家要记得 如果我们皈依了 我们的根本上师之后呢 他说什么 你一定要照着做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么远 但是你的根本上师 可以看到这么远 所以他选择 道心坚固的师姐 选择相信了卢师尊 三天后 那一个区域 真的发生了火灾 也就只有这位师姐 和他的家人 免受这火灾 带来的损失 刚才不是提到吗 真实佛法西在赐福经 其实也可以念给 您病重的父母 有一个人曾经这么做 这个人呢 我相信我的观众 大家都认识的 因为他就是 带护师父 请师父来说一说 他当年念真佛经 的那个真实的经验 这个故事呢 我认为大家 如果爸爸妈妈还在 也很担心爸爸妈妈的健康的话呢 都应该要听听 师父的这个亲身经历 这个不是我们故事读来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 阿弥陀佛师父晚上好 我是季谦 嘿嘿嘿嘿嘿嘿嘿 师父 我现在 我现在在直播 所以呢 就讲到 因为今天是一个很殊胜的日子嘛 农历五月十八 是我们伟大的根本上师 圣尊联身活佛 七十八岁的佛诞 那我就提到 真佛经的种种殊胜的功德 讲到了几个故事之后呢 我就想到你 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很努力很用心很精进的为你的母亲 念了很多很多遍的真佛经 我今天打给你呢 就是想要请你告诉大家 你当年为母亲念真佛经 想要救他 让他免受这个癌症之苦的那个经验 科夫请师父您 为众生说法开始分享 好的 这是我的荣幸 好那首先依然先和您的粉丝跟独身们先问个好 那好 那今天师父的粉丝跟独身群 大家晚上好 我是戴谷师父 那我就直接说了 请说师父 愿要欲文 嗯好 欲文起讲 嗯好 嗯好 那是的 我母亲呢 在生前呢 她是 她是个癌症病患者 那身为 身为儿子的我呢 当然了 非常 那种心情是 我相信是每个 如果心中 身边的亲人有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除了 除了难过哭以外呢 那就是静 就是一直作为想尽办法 让自清能够带入多点 或者少点痛苦 嗯 因此 因此呢 我就知道本宗 本宗呢 也不能正宗之宝 就叫做真实 佛法 悉灾四部经 就是真佛经也 那其实这部经典呢 它真的已经说了一切了 为什么 真 何谓真 就是没有虚妄 没有虚假 就叫做真 真实 真实 佛法 悉灾四部 所谓悉灾 就是解除掉一切的灾难 嗯 然后呢 给予我们福分的一部经典 而这部经典呢 里面如果 你读呢 你如果深入 你已经知道了 它里面呢 其实就是讲解了呢 就讲解了所有的 读这本经典 一切的功德利益 包括就好像 还要我面对 这是我母亲啊 我母亲啊 癌症的一种折磨呢 那你看 它里面就提到了 提到了呢 病原利解 病原利解 那就算 就算真的 无法 无法 无法挽留呢 它走了呢 我们的亲人走了呢 它里面也有句话 就是说 先往 获超生 王者获超生 你看 它全部已经讲解了 我们所要的 我们所祈求的呢 全部都在这里讲完了 包括 包括了男女 男女呢 被一些黑法术 黑法术迫害 降头 都能够减 据我所知 本中有位师兄呢 他自己本身 被 被 这时候 他好像 就患了癌 还是什么 那他也是 持重 是不经典 可是呢 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他只持50遍 50遍呢 50遍呢 并不是500 我也很惊讶 我那时候看得出 我还记得 功德深厚 其实我看错吗 50遍 不是500遍 也不是5000遍 50遍呢 他竟然去检查了 啊 细胞没有了 比看医生还便宜哦 师傅 50遍呢 果真是真实 佛法 悉灾是不经 已经没有不经典的 笔子不经典 说得这么仔细的 而里面读的全部呢 都是讲解了 我们的心中所期盼 祈求的都在里面 包括帮自己 帮亲人啊 减轻病苦的折磨呢 然后他们过世后的呢 超把呢 都在里面讲的 或者是被一些 一些恶法术所迫害 对 都在里面都说 我们都可以解标 都可以解标 师傅你帮你 还有不止哦 还有不止 那因为讲到这是病嘛 那还有一般世俗人呢 有时候呢 不小心会看到了官非官司呢 诉讼呢 也能够理解 嗯 还有句呢 更 还有句呢 也是非常殊胜的呢 叫做了 藏无不胜 是 藏无不胜 那这藏无不胜 我必须得讲解啊 那那并不是说 啊并不是说 打仗里面不是的 那其实说 你根本就不会 就不会呢 起兵 连兵都不用起的 就直接的 解除了那个战争的 啊 真正的那个 那个危险啊 那个东西啊 对 叫做藏无不胜 而不是说 还打仗里面 不是的 是完全不用开 开仗的意思 就能够获得胜利了 师傅当年你 你念给你母亲 花了多久的时间 很长 其实蛮多的 直到呢 我有一天 我在市里面 那我碰到一位 软身姐妹的师姐 那他告诉我 那他告诉我说 这位师兄啊 啊 虽然你念给的母亲 虽然是笑话 也难道 可是呢 因为在 因为受病魔折磨的是她嘛 所以她里面的痛苦呢 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 而当给她 延受了 让她的病魔 她也必须可以继续受病魔折疼 所以因此呢 她还是有苦的 不如呢 让她自然的 自然的呢 去说呢 阳受呢 到她自然的 拿在以赛婆境来操 来奇迹波菩萨操的 诶我听了 诶有道理 因此我真的就听着念了 那不久我母亲就真的往生了 到目前为止呢 到目前为止呢 我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都为我的父母 我的愿心在做我的祖先呢 做超度 因为呢 我们我们 绝佛人不能够不明白 父母恩的重要 绝佛人也不能够不明白 终生就有佛性了 那更感恩的 所以因此我一直都在做 而且他们已经 相继离世了 都 哦 我母亲是在2003年 2003年 哇 差不多20年了 师傅 即将 对 那我父亲是29 他们隔10年 1993年 所以到现在你看 2022年 我一样呢 在他们 在帮他们做 母亲鼓励啊 那呃 7月了 啊 要来了 7月的报复 7月呢 我也一样 如是修法给他们 我不只是出钱 我本身有力行 有力行 也本身 也亲自修法 过去到现在 都是一样在做 只因为父母恩 啊 报业 师傅 我知道您的兄弟姐妹 很多嘛 那那个时候 您这样子念 真伯经 有没有分说 什么时间可以念 什么时间不可以念 这样子 啊 没有 任何时间都可以念 三更半夜 也能够念经吗 师傅 可以啊 那可以 如果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 有阿飘来的话 那哇 那恭喜你们了 为什么 多一个人 多操法 你多一份 你多一份薪水 多一份花红啊 对不对 多一份功德啊 啊 那师傅请问哦 念这个真佛经呢 有没有什么禁忌 比方说 哪里不可以念之类的 有的 其实所有的 所谓的 我们连佛持咒 诵经啊 修法呢 当然 啊 环境一定要干净的 然后本身必须得先沐浴啊 着陷阱衣服啊 然后呢 上宫 那这个佛经呢 它最好能够再坦诚 坦诚念 会更好 会更好 那5月18 那5月18 5月18 5月18 就是我们根本 传世上 是生存年生活活的活成啊 所以这篇 它里面经典是有说过 啊 凡是师父 凡是年生活活 甚至年生活活的 佛誕 圣诞的 佛誕的 以及我们个人的生日 念呢 或者是每月的18年呢 都能够获得 意想不到的一种 加持跟功德利益啊 还有本身的生日啊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生日的时候 或父母生日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在那一天念 真实佛法 悉哉赐福经 简称为真佛经 超经 诵经 都可以 师父 那请问呢 如果还没有皈依的人 可以念真佛经吗 可以的 没有分啊 师尊 师尊没有分弟子 比如说 只加持弟子 不加持外人 会吗 他本身已经授权了 给所有的众生了 甚至呢 有人也问我 那我可以念 因为有人听从YouTube呢 如果你们听到我念 年华通知心咒呢 他们都说非常的好听 他们问我可以跟着我念 我说可以啊 因为你是 甚至你是活活的 慈悲啊 他早已经受却 就是说给我们一切忠识 只要你愿意念都可以 那年华通知心咒呢 就是 这就是年华通知心咒的 哦 师父 你讲到这一个 其实在真佛经 结尾那里的时候 也是有一句 这个就是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 他的真佛经念到最后呢 由这一句 莲花童子心咒来做结尾 所以这个咒语 也是谁都可以念的 对吧 师父 也是可以念 但是呢 当然了 如果既然你念了 那相应了 当然你为何不归音呢 常养菩提心咒应该归音啊 对 那归音呢 他当然有他意识在的 那归音呢 就是正式的 办手续的录像 你能够谈谈真正的 走入课室里面呢 往往真正的 坐在椅子上呢 听老师在黑板上 或者是白板上 拿马克比赛教学 哈哈哈哈 不要偷偷摸摸的 非常光明正大 大摇大摆的 我已经是一分子了 师父 那时候 而且还会有 16位上神 入院守护呢 对 那又能够得到 密法的传承 何乐不为呢 对 有密法的传承很重要 我相信师父 那时候 你念真佛经 能够得到 这么殊胜的感觉 就是说 妈妈的病情 那时候还能够撑住 必定也是因为 您对师尊的 道行兼顾 这个很重要 对 对 还有呢 还有孝心 那 所以昨年 受伙伴有教导我们 有教导我们 只要什么叫做法律 你用了心力 就心力就是法律 心力就是法律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忙的 我一定告诉我 一定要在一个时间 念给我母亲 母亲 那我也有半夜的时候 回去回家 看我母亲 他还是好好好 直到我听的时候 那不久 他就真的 他就真的走了 对 这佛经 其实不只是真佛经 我 我的 我 我从学佛以来 二十多年以后 从学佛以来 都见证了佛经里面 跟佛座里面所讲的 就比如说佛经里面有提到 地上菩萨本人也有提到 只要是护持 护持如来 增加护持佛法的人 他一生人 他不只是 不只是有上世的时候 他的行住坐卧 都不会缺 不会缺 不会缺的 对 资良俊足 那我真的是缺佛之后呢 我越来越富有 对 是富越来越富有 而我的 我从一个呢 真的是 不起眼的小伙子 那能够让人家 昨天还为小姐他打来 他打来 他说师父很酸 他说我很酸 我说哎呦 哎呦 我现在想说 哎呦 听个电话呢 真的是值得的 听一个电话 就桃花打来了 师父 对 对 这真的 因为学佛 学佛呢 学佛 佛法真的是美容 满美 也是帮助美容的 我从脚到 我从头到脚 脚到头呢 整个气质都改变了 只要是那时候 有人都知道 哇 真的 以前像样的 大家可以去戴胡师父的脸书或YouTube频道那里呢 去找一个他的比较旧的影片叫做 真佛秘法的感应是吗师父 就是有 真佛秘法的见证 那一个直播里面 那一支影片里面呢 有放师父 二十三十年前的照片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师父 刚才口中所说的那个 不起眼的小伙子的那个样子呢 以及和现在的样子做一个对比呢 不起眼的小鲜肉到起眼的老腊肉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 有修真佛秘法 还有普通人没有修真佛秘法的差别在哪里的 那师父 在结尾之前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 补充的话呢 就是说相信我 我真的 你看我归了二十多年之后 而且我到现在根本没有推过 我除了忙于 我就一忙于度中身以外 基本上其实呢 我天天 连我在睡梦中都在修法的 修法的 好像我在三个文章不是说过了 只要是我听到 睡梦中有一声巨响雷响的 必定会有 会有不懂买来的男的女的买我的书 你看现在又 又断化了又在 而且国外的库长也是已经没有了 还要再板了 板了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 真的有败有保佑的 嗯 有念有保佑 师父 有念有保佑 对有念 不是真的修法真的很好 嗯 修法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 我 起码它让你整个人啊 整个人的清静 对 清醒跟清静 你能够完全能观察到你的行 行止 齐心动念的 所以对整个人生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有人问我 成为成功 是不是做一番大事业才成功的话呢 我会跟他讲说不是 嗯 真正成功呢 我会比较 我会比较呢 比较 呃 赞赏 比较赞赏的这些呢 欣赏的这些真正人生的道路的成功呢 而不是在世界上的成功 因为你世界上的成功呢 往往也会带给你一些诱惑 啊 啊 欣赏的啊 欣赏的啊 嗯 欣赏的啊 欣赏的啊 继续的豪华的生活 我个人修真佛秘法十多年来 我最大的收获 当然我人间的资量有增加 这个真的是真的假不了 但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觉得烦恼越来越少 我觉得人间最难的东西 就是亲近这两个字 因为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每天要处理的 就是众生的烦恼 帮他们解开他们的心结 教导他们怎么去排除 他们人生的障碍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的人 都是一个苦瓜脸 因为众生不明白我们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工作 也是要面对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人 有些打扰其实好像你欠他了 你不要帮他看 很多人都说师父我问你 师父你听到吗 你看他这样的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对他怎么样 因为修行嘛 不能够对众生伤害众生 所以真的世界上的烦恼是不断的 所以一天一休 一日一休 一日清净 一日快乐 自在 而且 而且我个人觉得我念真实佛法西在寺福经 很大很大的收获就是每次念完了之后 我都可以感觉到新的一种瓶颈 其实新的瓶颈真的是无价之宝 因为没有人能够给你的 坦白说 老公没有气死你 孩子没有气死你的时候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对不对 不要指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清净 那清净如何能够得到呢 必须要自己从心里面去修 就是谢地修法已经得到了加持 因为有佛菩萨的光 光照向我们 他把我们的烦恼给削弱 那我们就会得到那一刹那 那一景格那一刹那的一种清净 跟光明 那自然就会如释重负 就会少了很多的这些世俗 因为世俗难免 因为比如说工作 工作的压力 工作的竞争者 新的一种事物要面读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难免的 所以只能一篇一句佛号 一部经典的 真的是是很好的 一经一种 清净 清净 那大家如果之前 有买我推荐的那一本 灵异事件 他不就一起送这一本爱珍小品吗 那那时候有提到这位 孙爱珍师姐 他里面其实也是有一篇文章 他说呢 他其实非常喜欢念 真实佛法悉灾赐福经 大家可以翻去 第114页这一本爱珍小品 我翻一下 爱珍小品第114页 我爱持诵真佛经 那在里面呢 孙师姐也有提到呢 他念真佛经的种种种种的感受 所以有买这本 灵异事件的观众呢 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呢 有时候我们读这些佛书 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 从这个智慧 我们能够得到一种信心 那我们自己会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而不会因为说 人家念我就跟着念哦 我也不懂念来做什么 这样子 大家不要落入迷信 我们要很清清楚楚 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了正性 你有了那个正性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就有了正经性 有了正经性之后 会有什么师父 没有有了正性 就会有正经性 不然的话 因为你是跟人家嘛 蛮宠 可是人家如果不念的话 你也一样会 一样会打退反顾的 所以你是不要为什么 就是这样念下去 因为清静这两个 其实呢 无论是你要入身还是出身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清静 清静就是没有烦恼 就是清静 没有烦恼 那是多开心的一件事情 非常开心的 起码呢 我们也常常会少了几条 那个LD track 少了几条那个纹路 真的真的真的 人要越活 越活要越清静 越老要越清静 不要越老越整个很 整个很缓络的那种 然后呢 哎呦两点 怎么几岁呢 怎么满头 淫灰白白 这是因为呢 烦恼太多 它里面气漏了 比较快了 所以在这里呢 祝愿我们的根本上师 圣村连生活佛 78岁 佛誕愉快 愿是佛 也愿现在还在线上陪我们 大家一起半夜直播的 587位观众 大家都能够早日 自度度他 任理明师 开启修行的路 感谢师傅今天与我一起联播 感谢您 谢谢大家 我祝大家热吉祥夜吉祥 一日六时 很吉祥 很吉祥 再见 晚安 晚安